金草演員說 我去客串那部什麼電影 我開的新車去, 為什麼呢 我當然不開前七 我不是去那些山卡拉地方 那些上山之類的 到你的車都花光了 我也要開新車去, 為什麼呢 被人家看到我開了什麼車 那他們還敢給我片酬低嗎 明白嗎, 年輕人 那些記者說, 健仔來的很紅 多謝多謝 這樣吧, 什麼都沒有了 然後他說, 行了 那你明天就見到記者 就跟記者說, 你現在有十部電影 那行不行啊, 大哥, 我一部都沒有 試一下吧, 反正你一部都沒有了 那你講完之後 那之後, 第二天開始 很多, 每一天最少有一部電影 找你拍 找我拍 那從那時候開始 我就明白到一個道理 受田無人耕 對, 可以這麼說 受田無人耕 第一, 第二就是洋裙心理 對, 當時我皺了眉頭 說, 行不行啊, 這樣 Eric, 這樣還可以嗎 然後Eric就說 洋裙心理 你知道什麼叫洋裙心理嗎 你搶, 大家來搶 是 好, 後來就有人 找我去台灣談 然後我心想 他們現在會接機 接機 那我就, 搭的士又不一樣 還是怎樣 當然是, 明星當然有車子 是嗎 訂的, 賓士, 不要說那麼多 自己訂的 自己訂的 我真的只有一萬幾千 那時候, 整副身家 一萬幾千 因為花了一年多, 沒錢花 是的 接著呢, 我一定要訂 西華酒店 當時台白, 很漂亮的酒店 我一定要套房 這麼貴死了 肉都尺了 幾千元 都要給 然後呢 一落機 就收到他們的電話 阿薇姜 今天我們沒空在Janny飛機 你自己去酒店好嗎 我心想 你早點出聲啊 我不用預訂一個Benz 預訂一個Benz 你不知道我現在坐在那裡給誰看啊 好像一千多元 我記得, 港幣 是的, 當然了 肉都尺了 早知道搭的士 好了, 去到酒店 然後我就死都要約他們 在我酒店談 讓他們看看我住套房的 你敢給我條件低 用回前輩們的那種theory 然後約了晚上10時 8點鐘的時候, 我就叫了五杯咖啡 然後就把那些糖 全部都放進去 就叫兩包煙 拆開煙 撕斷了燒一燒 撕斷了燒一燒的煙 攤一燒一燒, 攤一燒一燒 然後人家一來到 老闆一來到 哎喲, 你有客人來嗎 我說不不不不 剛剛剛才華立唱片 他們來跟我談的 談得挺開心的 不用理他 我們自己談, 放在哪些人 看到他的眼睛是 寫著那個字, 華立唱片 我一定要把你弄得瘦 真的很快就談成了